大家好,我是POL76的小室 今天來到我們的Studio 就是這隻 Nothing Year的第三代 這次很特別地 它沒有在任何宣傳上寫它是第三代 但因為小室在第一代、第二代都有試過它們的耳機 所以這次它們將名稱簡化變回 Nothing Year 但我們就知道是第三代 它同期推出了一隻便宜的版本叫A 這隻在技術規格上 雖然我們看到是少了一個LHDC的高清藍牙格式 但其實不僅如此簡單 在價錢上也有很大分別 究竟這隻 Nothing Year的第三代 我們在這裏試到甚麼效果 立即和大家開箱分享一下 看看大家訂閱我們頻道按鐘仔按全部 我們有新的家庭影院Hi-Fi耳機評測 就可以即時通知到你了 耳機就在我手上 我特地不開箱 給大家一個開箱的儀式 這隻就是耳機本體 後面有些細緻 就是今代型號的Hi-Res Wireless Logo 可以支援高清音訊的藍牙耳機 拆開來看看裡面的耳機 真的跟第二代 你眼看起來未必分別 都是一個透明盒 以及中間都是有一點點的 而耳機的設計都是大同小異 充電盒的旁邊 會見到一個Type-C的充電器 另外有一顆白色的按鍵 開啟後 面板就會有一個燈 斬斬下 應該是藍牙配對的狀態 盒內還有兩款耳膠 一個小尺寸 一個大尺寸 即是現在耳機內有一個中尺寸的耳膠 另外一個Type-C to Type-C的充電線 這隻耳機是一個有耳柄的設計 它本身也是一個觸控器 很多的控制都可以打開面 便可以做到 耳機的導管算是短的 就算加上耳膠 耳機也不會太大 戴上耳朵來說 這算是一個非常舒適的效果 先跟大家說一下 這隻Nothing Ear的技術規格 接著我會用Sony的電話 和iPhone來做兩部電話的音色實試 再跟大家分享 App NothingX的應用程式 究竟有什麼設定 這隻Nothing Ear是一隻 主動降噪的真無線藍牙耳機 驅動單元是由11mm的動圈圖瓷單元震膜組成 藍牙版本是5.3mm 編碼方面支援AAC、SBC、LHDC5.0和LDAC 最高可以支援24B 192kHz Hi-Res 音訊 支援IP54的防水防塵 充電盒亦可有IP55的規格 單邊耳機有三個Microphone 附帶了清晰語音科技 耳機除了可以做低延遲模式外 亦可有雙機連接的功能 用上智慧的ANC主動降噪演算法 有ADDACTIVE ANC主動降噪 通透模式降噪表現高達45dB 如果不開降噪的情況 最多可以玩到8.5小時 配合充電盒可以玩到40.5小時 開了ANC 亦可玩到5.2小時 配合充電盒可以玩到24小時 充電10分鐘便可使用到10小時 支援最高2.5W的無線充電 售價方面是$1,199 一揭開它 基本上就即時出現了Fast Pairing 它會即時幫你做藍牙配接 便會見到Nuffing Ear 左邊耳、右邊耳90% 耳機盒90% 出廠來說通常都不會充滿 70%至80%左右 都會是正常充電的狀態 而這個狀態之下 可以保存的電量是最多 我也是聽朋友說的 它是在使用AAC 還未有L-DEC 為甚麼呢 我相信可能便要去APP 進入應用程式後 它便會搜索到新的Franware版本 而更新的時候 大家記得耳機是要放在盒子 開著蓋子 而不要關閉 三分鐘左右 便完成了軟體更新 在APP中看到耳機 EAR 電量放出來 下面有四個控制按鈕 第一個是均衡器 EQ 另一個是控制 Touch sensor功能 然後是降噪控制 以及超強動態低音 先進入EQ 你可以使用EAR的自身聽力 自定聲音 有幾個EQ 一個平衡 一個低音增強 一個高音增強 然後加上一個語音 自定可以在這裏調 如果我想高音 最多加到6 最低 最低減6 這個也是一個簡單 易明的Graphic 進加裡面 就像我們平常玩的那些 就會有幾條BAR 然後可以給大家 由20Hz至20kHz 做個調校 中間有八個 八條BAR 可以給你調校 剛才這裏 就會有一個類似Wave 按鈕 進入的時候 可以做一個個人化的EQ 大家可以玩一下 那我就不玩了 因為我想用它本身的聲音 來試一試耳機 本身的性格是怎樣 另外 降噪控制 會有三個不同的選擇 一個是主動降噪 一個是通透模式 現在我聽到這個聲音 其實都是一個舒服自然的聲音 但又未至於感覺到沒有帶 關閉的時候 就好像有一個耳膠塞著耳朵 主動降噪方面 就有三款 高、中、低和自動適應 是會少了一點的空氣聲 但其實都是會聽到自己說話的 未至於完全塞著耳朵 隔著所有噪音的效果 右上角的一個功能件 裡面就有一個自動人耳感應 低延遲模式和高品質音訊 低延遲模式就是在打機時使用的 因為想Latency 再低一點 但這個會影響音質 通常都是會犧牲音色 來遷就速度 先去高品質音訊 這裏就是剛才我們耳機 只能夠吸收到AAC 如果有LHDC 手機 例如Nuffing 自己的手機 便有LHDC 但我們現在的Sony 手機 是吸收L-deck 所以我先按L-deck 我們怎樣確認它是真的吃了 不如去藍牙的設定 看看狀態 已經是高清音訊的L-deck 和無線品質 可以選擇最佳品質 或者音質優先 開發人員選項 藍牙狀態是在L-deck 32B 96kHz 即使用L-deck 即使用L-deck 990kbps 先用Sony Xperia 1 6 行L-deck 到最盡的B-Ray 試試聽歌 然後用Apple 再試試聽歌 看看兩者會有什麼分別 先來找一首舊歌 B-YOND的海闊天空 它因為舊 所以在KKBOX的版本 只是16bit 44.1kHz 但它也不算低 開到7成已經夠聲 平時有些耳機要開到9成 甚至100%才能有效果 空氣感非常不錯 可以呈現到家區 在錄音室的環境 是比較空曠的感覺 而且鋼琴的聲音都很細緻 低音出來的質感 是大單元的質感 即是有彈性 厚身 但是爽快 剛才它有低音增強的選擇 現在這一刻 就算是聽這首歌 我覺得也不需要 反而平衡度是不錯 因為鼓聲都有低沉的鼓 和快的鼓 快的鼓打出來的聲音 是挺長的 那我就聽聽 Nowhere Boys 飄防毒藥 24bit 44.1kHz的版本 這個音壓大一點 可以縮小一點 70%左右就可以了 我覺得它可以做到 挺好的賣咪的感覺 因為它的ANC做得挺好的 是可以令到你的空間 是真的完全隔音 隔得挺厲害的 接著它而唱歌的時候 如果它入咪入得好的話 你會聽得到 好像聽到那個距離 即是現在我聽到 他們是很埋咪的 這樣唱這首歌 聽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都聽到他們的 整對Brand的 那個氛圍出來的 試一下在APP上面 找回這個超強動態低音 試一下會否有些不同的感覺 一開了它 就算這首歌開得細聲 它也即時會把鼓聲的後段 是開啟出來的 是穀大了 但又不會令到你覺得怪的 只不過是後面整個低音的底妝 是好像升起了這樣 即是鼓噗噗噗噗噗噗噗 會大了一個鼓 那開了這個超強低音動態 我覺得都可以是食用的 因為它這一個是會令到它最低的 最低的那一層 就是超低音的那一層 就會將它顯示出來 如果你要聽一些比較上 Rock少少 或者是低音多少少的歌 你就會覺得 咦? 爽朗的程度是會高了的 而且一起韌的感覺會比較重 這隻耳機的音壓 即是現在平時我可能要開70% 或者80% 它其實開50%已經差不多 那個音壓的power 是相對比較大一點的 中官呢 現在在這個Sony的手機上面 用這個Ldeck 連接這一部的Nuffin Ear耳機 我覺得在那個聲音的取向上面 它是一個比較平衡中性的一個性格 即是不會說是一些傳統英國聲 會慢聲、會軟、會厚等 它又未至於超高分析力 它是有分析力 但是它剛才有那個低音的增強 它是可以令到那首歌是會肥了 但是低音都是爽、都是短的 在這一種音色來說 其實現時我見得到 或者我試得到的耳機 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較旗艦的耳機音色 而它本身的定價 其實千頭我覺得 都是一個性格比高的一個選擇 在音色上 而且它又可以有AAC、SBC、Ldeck 甚至你玩LHDC 都可以用得到它高清的Code Deck 在高清的音效上 我覺得它算是一個很高分數的表現 不知道在iPhone上又如何 現在我就去iPhone上試試這隻耳機 而且現在是有雙機連接的 我試試不打開 Sony 的時候 它又可不可以做到藍牙配對 雙機連接的玩法 就是你會先將耳機放入盒裡 接著就按住這顆鍵 按它大概三秒左右 它白色的燈就會閃閃閃 在手機上就會看到耳機 按它連接就完成 現在就聽回海闊天空 今次在這邊就會用Apple Music來聽 都是16bit 44.1 音壓都是七成左右 沒有剛才的音樂感那麼多 以及尾音那麼多 尤其是剛才鋼琴出來的 一聽就已經睡到 因為其實太近了 剛剛聽完這個再聽iPhone 就真的有一點點AB比較 一聽就會感覺到很明顯 但是它也是可以令到 聲音的氣氛 是保持得到的 只不過家區的聲音 是沒有那麼通透的 但是那個空氣感 依然都保持到的 但是如果不是這樣AB比較 你未必會聽得出的 其實試試它的鼓聲 它也是有層次的 都是可以做到家區樂器 鼓聲三個一個平均 但是那個幅度沒有剛才那麼大 但是都是一個有Layer 有前後的一個分別 最後兩下的聲音 那些砰砰的鼓聲 如果在Sony上面 我們用LDAC吃盡 2496 其實它是可以砰砰的 是走遠一點的 剛才在Apple上面 它就會砰砰的 這樣就交代了 不是說直接 這樣比較 其實你是不會聽的 但是耳機的音色取向 其實是兩者相近 都是一個平衡 不是特別 很highlight 超高分析力 而且低音都是一個爽快 而且是一個肥肥的 但是不會糊 放心 好 接著就是試 Nowhere Boys 其實它按了高音增強 在這裡就會令到人聲的齒音 多了 但是你問我 就不是人人接受得到 因為都厲害 那低音增強 如果再加上低音增強 就有少少混濁了 就不太可取了 剛剛我就教了一個自定EQ 這樣就卡了圖 這個圖片我會放回 在這條影片下面 Info Box裡面有個討論 它調整完之後 在人聲的伸延 低音的闊度 其實就有 去回剛才的high-res 效果的感覺 這隻耳機來說 在Android上面 就會比較容易玩 在iPhone上面 如果要聽到類似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那種high-res 的音色 在EQ上面 就要調多一點 不可以說它做得不好 但是如果可以在這部分 已經有一個 Default 是for AAC 可以做一個增強的 high-res 的一個補完 我覺得如果 多過這個選擇 就會更加好 音色方面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接下來就要 下街試試打電話 通話能力 以及自己錄音的效果 究竟是怎樣 現在的小室 就來到一個非常繁忙的 大連牌 用NutfinEar的耳機 配搭iPhone 15 Pro Max 去試試通話能力 在電話的另外一邊 你已經聽到我講了一大堆 那你的感覺是怎樣 我覺得其實大聲 但好像有數碼壓縮 那我現在這裡其實就有風 也挺大風 我自己聽到也有些復步聲 接著車聲就一般 現在不算多車的 有些車要排水 而另外呢 在我的左邊 也有一個水流的復步聲 那你這幾樣東西之中 你最聽得清楚是什麼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就是背景的聲音你聽不到 聽不到什麼都聽不到 是沒有 那如果是 即是我不講話的時間 你都未必會聽到車聲的 那些東西 看看吧 沒有東西 都是沒有東西 什麼都沒有 Nuthing 真的NuthingEar 那現在呢 我就用這個通透紅色 來去做通話 那我試試可以轉紅色 好 那剛剛呢 就轉了一個 主動降素紅色的 那這個通話上面 又會有分別呢 感覺上好像有些空氣聲 即是你說話的時候 那個背景 會有些東西去罩住 感覺上好像 剛才會清一點 如果人聲 剛才會乾淨一點 是嗎 嗯 剛才會乾淨一點 這個就會 我覺得稍微 稍順一點 好 那接著我就再試 就這樣關閉了 真的什麼都不開 沒有任何ANC的状態 那現在這個通話呢 就轉了 那你又覺得怎樣 我覺得這個好一點 這個很明顯的聲音 又勾回來了 是的 我還要收細一點 哈哈 現在這個是最好的 嗯 是啊 通話的時間呢 你覺得對方可能聽得 你沒那麼清楚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一是 就可能在這個降噪裡面 就選擇智識認模式 或者是 關閉了它 那就可能會得到最好的效果 嗯 好了 那麻煩你了 今次的終日呢 就試到這裡 那我聽他說話呢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 太大問題的 但是現在在這個環境下呢 我開這個ANC 去到自適應這一部分 那就是這個自適應這一部分呢 那其實現在這裡呢 風聲我已經聽不到了 那車聲我亦都聽不到的 那但是呢 反而呢 現在這些流水聲呢 我就聽到 那其實呢 現在呢 我這個身處的位置呢 就會有一個水坑 那有些流水聲的 那剛才呢 都會聽到一些流水聲 在耳邊出現 但是又不算高音 也都不算好入咪 那但是在這個狀態下呢 我們就知道 它大約那個 Noise Canceling 的狀態呢 就會將 空氣聲 風聲 和車聲呢 就隔絕得一乾二淨 好了 那接下來呢 就試一下這隻耳機 連線的穩定度 那我現在呢 就用Apple Music 就去聽一聽 先過第一道 紅綠燈 試一下呢 連接會不會有疾 因為現在我正在行AAC的 剛剛呢 就避雨 走了幾個回合 沒有再錄影 那你剛才走兩個 紅綠燈呢 其實都是 連接 也都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跳 沒有任何跳 沒有任何跳Bit Ray之類 的情況出現 那這一刻來講 我覺得 它的連線穩定度 是可以保持得到的 那現在呢 我就用中Sony的機 用行AirDare 最高的Bit Ray 在這裏呢 就已經開始有少許疾 那基本上 即是說 如果你要聽AirDare 最高Bit Ray的話 在街上是比較難一點的 那我現在試一下呢 將一些設定 設定到 不要那麼高Bit Ray 那首先呢 將那個無線的播放音質 選回到最佳的品質 那大家一走一走一走就知道的 都是疾得厲害的 我就在這個藍牙配置上 設定了AirDare Take了 那Take了的時候呢 其實基本上 行商場都會有少許疾 還有呢 有時候都會比較上 容易斷聲 那呢 當這個AirDare 我off了它的時候呢 它行SBC就會比較好些 那當然音質上面呢 其實在那個 尾聲啊 那些可能就會少了 那但如果要穩定性來說呢 我覺得都可以考慮一下 那但如果你說不是 我在街上 可能我搭車的 那可能沒有那麼大干擾的話呢 那基本上呢 如果行AirDare 將它的Android 轉了這個最高品質呢 都可以聽得到的 我就將那個AirDare 的Beat Ray 由32bit 轉了做24bit 還有48kHz 同首歌一樣的Beat Ray 所以呢 在這個歌曲的聲音上面來說 理論上是相近 已經貼近是Lossless 但是 在這個狀態下呢 AirDare 會比較穩定很多的 即是起碼我現在 在商場走了一陣 接著現在走過去 培中廣場那邊呢 即是最爛的那一段 那我又聽下它 會不會侄線啊 現在這段呢 既多干擾 亦都多人 那 但是我這個調教之後呢 它是可以 穩定地輸出 穩定地接收 穩定地聽歌 那就是說呢 如果要玩AirDare的話 在街上 那可以進去這個 開發者模式 調那個Beat Ray 去到24B 會比較好些 那這個建議 那如果廠方 如果可以的話呢 都在App裡面 做一個這樣的設置 令到那個Beat Ray 可以 就是相對比較上 貼合現在我們聽歌的效果 那不需要 這樣行的 那相對呢 會在那個位定性 會好些 好啦 現在小說呢 就在用這隻 Nothing Ear的耳機 就做個 6MP的 那手機呢 就是用這個 iPhone 15 Max 就裝到這個 用一個佈置的軟件 來去指定 這隻 Fluetube 藍牙燈無線 耳機 來做耳機 所以現在大家聽到 我講的所有東西 都是經過這隻 耳機耳機 出來的 鋼燈會影響音質也很重要 那現在呢 其實我聽到 Keyfton Go裡面的結他聲 其實都是可以做到一個 很尖銳 而且是一個 很高 的一個音色 那就是說 這隻 Niving Ear 3 這隻耳機 其實在一個單元上面 的確是有下個普攻 因為我試過它另外一隻 A的版本 即是比較上便宜一點的 那其實單元的部分 物料是不同的 那它現在用了 這個陶瓷的鎮膜 其實它是用了很多功夫 除了是物料貴之外 其實也要有些加工 才可以令到那個 陶瓷鎮膜 可以用得好 而陶瓷鎮膜的好處 就是因為那個光性夠高 還有在反應上 比較快 所以我們現在聽到 結他聲 可以這麼快做出 歐移聲的動作 這麼爽朗 其實跟這個單元 是有膜帶的關係 很多人會問 究竟我應該買貴這隻 還是買便宜的 如果你是喜歡音色來說 我覺得這隻Nuffin EAR 相對會比較上 反而性價比是高 如果你說我不是的 其實我是一般聽 Canto POG 就已經可以了 相信就 Nuffin EAR A 都可能會適合你 最好當然大家自己去試一下 剛剛出街 跟大家做了這隻 Nuffin EAR第三代的測試 在通話能力和連線表現上 我覺得通話能力方面 應該比較好 但是連線的穩定度 如果你是用Apple iPhone 我覺得都很無敵 因為我走過這麼多的位置 都沒有任何窒 或者是偷Bitray之類 但是如果你是用AirDec 就有機會有少少的調教 這個調教 我都很建議廠方 下次在App製作 因為單是在Android內 有這個設定 就可能未必足夠 如果App製作 就更加完美 現在來說 True Wireless耳機市場 其實它只是一個中階的價錢 但在Nuffin來說 它是一個旗艦的等級 亦都可以把所有旗艦的規格都放進去 包括了Hi-Res的藍牙 藍牙的版本又去到5.3 雖然可能你會說 未去到5.4 但是其實LE Audio 在現在來說 都未有一些很完善的配套 雖然已經有耳機支援 但是其實在電話 或者是一些App上面 其實都未必配對到 反而反而我覺得 可以穩定操作是一個重點 而今代來說 Nuffin X的App 我覺得在介面上 就更加簡單 更加直觀 而且畫面更加美 其實也是方便 一些使用中的用家 去操控它們的耳機 因為如果耳機沒有什麼 讓你選擇 就很佛味 但是它又可以讓你選擇 亦都不會覺得複雜 我覺得是他們做Graphic Design 同時是一個不錯的努力 它是否一個很無敵 很發燒的音色 我只能說不是 未到的 但是如果以價論機的話 在同級的對手來說 其實不太多是可以挑戰到它 因為它在本身的平衡上 其實已經是做到一個不錯的音色 這個應該是歸功於單元的物料上 可能有很多朋友 我以為買它的平價版本A 其實已經有九成功能 我都不用LHDC的Coder 去選擇它 可能你就會有機會 就不太知道 究竟Nuffin EAR 今次第三代 其實在音色上做了什麼 這個我覺得 如果大家是想入手的這個耳機的話 都值得去試一隻Nuffin EAR 今次第三代 當然有很多朋友說 你還有一支棍棍 還有一支病 這些真的出自於收音的考量 要收音好的話 可能這個狀態 是會比較好些 看到Samsung今代的BUX3 都加一支病就知道了 今次跟大家用了Android 玩Hi-Res 和Apple玩AAC 實施了這部Nuffin EAR 第三代的耳機來到這裡 耳機都會留在我們的Studio 一段時間 但因為太多玩笑 我未必經常玩它 但我都會拿過來 帶一段時間 再跟大家看看 有沒有其他不同的功能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尤其是會在Forum那邊 和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在Forum那邊做會員 登記定 留個言 和我說個Hi 今天的影片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請按個Like 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按我的鈴鐺 我們好東西就會通知 給大家看一個啦